哈喽哈喽 哈喽 哈喽 能听得到吗各位同学们 喂喂喂 能听得到吗 哈喽 欢迎各位同学们啊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 今天这个又是一个周末啊 首先预祝大家周末快乐 现在我们的这个 是清楚的吗 这个你们看到的这个画面 以及这个我的这个 声音 欢迎一鸣老师啊 欢迎这个 潮流 游莫仲彩欢迎枫叶 行歌燕双飞 精灵子同学 慕之歌 诗画潘喜 以及极多吉 知足常乐同学啊 好 这个在我们正式上课之前呢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咱们的设备啊 各位同学们 首先呢这个同学们能够听得清楚 我的这个声音的能够看得到我的画面的同学 请在咱们的弹幕区给我call一个666 好不好 各位同学们 好的没问题啊 啊 那么呃 同学们还记得我们上一节课学了哪些东西吗 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我们上一节课呢 开始了这个学习了一首歌曲叫做这个在银色的月光下啊 那么这首歌呢是能够啊训练帮助我们找到一个浑身的状态的这么一首歌曲 同学们在练习这首歌曲的过程中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问题呢打在我们的这个弹幕区啊 那么我们在上课之前呢可以给大家先解答一波 有有问题的同学吧 嗯 如果说大家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入咱们今天的课哟 高音挺难过渡的啊 那么高音挺难过渡的这个这个事呢是大家都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其实高音难的问题呢 其实在中低声区就会有一些问题会表露出来啊 比如说有的同学在中低声区啊他就是一个啊打开了不够的状态 或者说他的这个点不够清楚的什么一个状态 那么肯定会影响到你们的高音啊 比如说在中低声区你就唱的非常的这个 紧的话唱的非常的这个呃 劲儿非常多的话 那么到了高音区包括这个换声区到高音区的这么一段呢 他会以几何倍增一样的这个这个啊比例 加重你的这个不好的这些力量嗯 所以呢你越到高音会感觉越难 所以同学们一定还是要把这个中低声区给解决好啊 嗯 嗯 来我们把这个琴弄一下 好的 嗯 欢迎断欠啊 但是我最近呢听了一下同学们的这个作业啊 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呃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啊 整体的这个呃特别是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很多女生嘛 那么其实女生天生的呃高音是比较好解决的啊 欢迎涅槃重生 那么反而是这个女生在高音区的这些呃天赋呢 会比男生会好一些啊 因为女生他天生啊就是比较这个用浑身的状态来说话的 那么男生的可能就是说凶声会多一些啊 啊所以男生其实比女生的唱高音更加的难啊 啊更加的难 所以呃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只要啊做好几点就行了 比如说在中低声区的时候你该打开你就打开 该怎么唱就怎么唱对吧 不要去窝着抠着啊 或者说在往高音走的这个过程中啊气息越来越高 好那么你肯定是比如说前面是 比如说前面是嗯 前面是这样的 到了后面呢 因为这个音高的越来越高 就提起来了 气息就往上提了 那么这样的话 肯定是唱不上句高音的 那么我们到了后面 还是一样把气息放下来以后 对吧 还是放在这 再找一个小点 再往后也是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们的这个 包括到了中低声曲 从高音到低音的时候 这个点尽量不要去扩大 比如说这个音啊 放下来 对吧 还是在那样一个 那样的一个点上 那么这样的这个状态呢 是需要我们这个 平时在歌唱的过程中 就需要去养成的 这么一个习惯 如果说你平时 不去注意这些细节的话 你到了高音 它一定会 要不然就是声音越唱越大 越唱越抠啊 要不然就是整个的这个状态 会越来越这个 给人这个 倒或者说抠 整个这样的状态 就会变得比较的这个散 那么其实我们的高音呢 是需要一个 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啊 我们这个 一个拳头 要向一个点发力 那么这样的 它才能发挥出 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威力 啊 你的这个力量 都往一个地方去锯到 如果说你就越唱越开 啊 那肯定是不行的 欢迎这个 袁妮同学啊 好 同学们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进入咱们今天的课哟 好 好 没有问题了吧 没有问题的同学给我扣一波666 好 那么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的啊 今天的这个课程中来 好吧同学们 今天的叫做高音中的技巧运用 在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呢 我再给大家唠叨一句 再给大家唠叨一句 唠叨什么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大家啊 一定一定要这个 多把这个声音的这个感觉啊 放在你们的这个 过程中啊 什么是过程中呢 就是就是放进你们的这个状态里面啊 就是不要觉得就是我们这个高音的这个技巧呢 就是用了一个所谓的什么技巧啊 一下子就把我们整个的高音啊 变得非常好 变得非常的这个通透 变得这个啊 特别结实啊 没有这样的灵灵 没有要啊 没有这样的灵灵 没有要那么呃 我们只是说 在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给大家进行一些天钻加往 所以说基本功的这个东西特别的重要 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好好的啊 解决一下 比如说我的喉咙到底有没有打开 对吧 对吧 而且我们往高音唱的时候是 对吧 到底有没有去做的气息的持续下放 有没有去注意到自己去应该去找那个点等等 明白吗 啊 就是打开喉咙 对吧 气息歌唱 这个是我们的基本功 同意这一点的给我靠个八 嗯 好 来我们带着大家来回顾一下咱们上节课的东西 好吧 上节课我们说了这个到了高音的地方对吧 是要注意一个什么状态呢 对不对 那么其实啊 我们还是要去注意啊 所谓的几点 第一点 气息 有没有下放 有没有吸到横歌肌 横歌肌有没有坐上弓 对不对 声带有没有碰响 这也是一点 第三呢 位置啊 有没有挂上啊 对不对 然后不该使劲的地方在哪呢 下巴 舌头 然后呢 啊 舌头不是说不该使劲啊 就是不应该往后拽啊 就是使一些着力啊 包括这个胸腔都不应该使劲 而是保持一个放松啊 胸腔保持打开 一个很自然的状况啊 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啊 让你的声音每一句每一个字都尽量啊 一定要每一个字都搭上气息啊 我觉得这样的歌唱才是呢 比较健康的歌唱啊 我们一上来 其实呃 并不建议大家就是说 先找这个自己特别亮的音色啊 先不要去管自己的声音好不好听 而是要在乎什么呢 而是要在乎自己唱的是否科学 好 来啊 放下来 尽量去找一个点啊 这个点呢 可以是你面前的啊 墙壁上的某个点 又或者是你的这个感觉这个啊 高位置的某个点去找一个点 唱的时候呢 往这个点上去集中啊 该打开的地方还是要打开啊 跟我一起来啊 走 吸气 再来 啊 放松 对吧 还是放松 尽量呢 避免这个喉咙的地方去发力 给上一个劲啊 哪怕你现在这个整个的声音 对吧 其实刚刚这个高音 它并不是很稳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是什么 就是你宁可啊 自己一点一点的去试 也不要去故意啊 就给一个喉咙的劲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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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啊 千万不要去给这么一个力量 听懂的同学给我靠一个6 好不好 嗯 啊 那先放下来 去找那个小点 不要去顶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感觉 你包括再往上走 刚开始你们练高音的时候就只能这么练 不要一上来就 啊 就给一个劲啊 啊 不建议大家这么练啊 这样呢 其实会 会给自己的喉咙造成一个 不小的负担 啊 不小的负担 明白吗 好 我们再来一次啊 多米索多 索多米索多 索米 多 啊 啊 啊 打开一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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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就行了 就这样就行了 好 大家听到这个高音是不是感觉就比较的顺 而且呢这样的高音呢是比较这个呃 给人感觉就是没有一个啊力量 啊 就是直接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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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去了 啊 啊 啊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声音他会比较松弛 对 你这样的这个高音他才会自然 对吧 啊 啊 就这样啊 啊 那可能很多同学他会说 哎老师我感觉你这个声音不够 不够什么的不够辉煌 有没有同学想这么问的 我觉得一定会有同学想这么问啊 老师我觉得你这个声音不够辉煌 我觉得你这个声音好像还没有开发到极致 那是那是后面的事 明白吗 就是你要开发到极致 你不能用喉咙的力量去开发 听懂的同学 你一上来就哎呀我要我要很辉煌 我要很很猛的那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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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给一个喉咙的劲 他就会晃 他就会摇 但是你现在你会感觉你这个威力好像 听着还可以 但是威力没有那么大 但是呢 他是健康的 这个健康很重要啊 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 呃 我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种啊 激素 对吧 这个给植物用激素啊 给这个动物用激素啊 是吧 比如说一头猪啊 这个从这个生下来到养成一个啊 可以卖的样子 可能只需要三个月甚至更少啊 那为什么 因为他吃了激素 对吧 那么这个喉咙的劲 就像激素一样 他可能短期浪觉得 啊 啊 给你一个感觉好像自己很厉害 啊 但是其实身上都是喉咙的劲 明白了吗 那我们就只要是自来一点就行了 把吸气下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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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后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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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就已经嗨C了嘛 这已经很高了嘛 那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感觉 哎 好像没有 不是很高 或者说好像这个声音 还尚可 好像还有还可以往上的空间 对吧 那么其实还是有的呀 也是一样的 啊 啊 对吧 就是这样的呀 就是我刚刚现在给大家演示的是一个你的声带的这个工作 就是这样的呀 搭在气场以后 啊 那只需要 把那口腔充分打开 啊 去找那个点 包括我们唱第一声的曲的时候也是一样 一定要保持喉咙松开 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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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啊 给一个劲儿 啊 啊 啊 开就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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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好 有同学有心得吗 也没有人提问啊 今天今天可能是因为周末的原因啊 我们感觉这个今天的啊 是不是人气有点低啊 你看今天有20个人啊 嗯 嗯 有收获同学可以call一个6啊 有收获同学可以call一个6 好吧 让我能够感觉到你们的存在 好吧 各位同学们 能够听得到吗 嗯 多多的跟我这个交流起来啊 这个 第一 中高位置都一致 尼函重生的意思是是什么意思呢 没看懂啊 尼函重生重新表达一下什么 中低 中高位置都一致6 啊 这是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感受到的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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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其实就是放下来 啊 啊 对吧 放下来我们往第一点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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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肯定是自然的 肯定是健康的 对吧 没有什么喉咙的劲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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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啊 就会感觉给人感觉好像是 啊 往前冲了一点 那么我们可以往后 吸着一点 比如说 但是喉咙一定是保持的啊 保持住打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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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鼻 louder 港 我跟声音弦去共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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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就是两头的 然后把红彤放下来 去多在这个 换成去啊 反复的来回的磨 可能刚开始呢 会感觉破音 这是这是很自然的 刚开始可能会觉得破音 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 感觉不舒服 嗓子不舒服 就是刺脑或者啥的 这都是很正常的 比如说我们上次 给大家学了一首歌 叫《在金色的月光下》 对吧 在那经 首先我们需要什么呢 做什么呢 打开喉咙 我们唱任何字 都要保持一个 喉咙打开的状态 在那金色沙滩上 洒着银白的月光 寻找往事 往事踪影 往事踪影 迷茫 寻找 往事踪影 往事踪影 迷茫 这样唱 这样唱 大家是不是感觉 好像就没有高音了 能感受到没有高音的感觉 给我靠个六 感觉到没有高音的感觉 没有高音的这个 这个这个 是一种这样的感觉 东西给我靠个六 对吧 不然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都寻找我 给一个劲儿 全是下巴的劲儿 寻找我 对吧 但是这个网子呢 就是你归运 要快点 寻找往事踪影 就这样 寻找往事踪影 往事踪影迷茫 寻找往事踪影 往事踪影 往事踪影迷茫 往事踪影迷茫 犹如幻梦一样 你在何处躲藏 背弃我的姑娘 你在何处躲藏 背弃我的姑娘 对吧 你说的这个声音 你说这个声音要听 但是我这个 也不是纯假声吧 对吧 你仔细去听 这个声音里面 它还是有那个 心的带点 为什么会有心的带点 就是因为 你喉头是放下来的 你必须要放下喉头 你才能够 对吧 用气息去控制你的声带 你高音不要去怼啊 这不就提了吧 在我上也是一样 对吧 你看这些 我刚刚这个 其实就是有一点 把七七提起来了 一旦七七提了以后 你们 我现在表现的是什么 就是你平时练的时候 你就可以暂停一下 因为你知道 你七七已经提了 那么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说你七七 已经提起来了的话 你肯定是唱不好的 各位你明白吗 如果你已经感觉到 你七七停 已经提起来了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你就停下来 别唱了 因为你怎么唱 都不会对的 而且你提起来 肯定是用嗓子喊 你看啊 就已经嗓子就开始紧了 但是我如果把七七 放下来呢 对吧 就轻轻的呀 就这样 然后你再试一下 你的中低循序有没有 还是在找点 看到了吧 你整个是一个找点的过程 小声 这个点 其实我想跟大家讲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 我觉得这个点 它不是 就我现在感觉啊 它是在美心 没错 但是这个点呢 那一个小点 无论是高音还是低音 都是一个小点 那可能很多同学会问 这个点在美心 但是这个点这么小 会不会导致我的音量小 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 刚刚我唱的过程中 无论是低音还是高音 你们觉得我音量小不小 你觉得小就打小 你觉得不小你就打个不小 好吧 来 不小是吧 是吧 而且我们就是说 我们 如果你们 当然啊 刚刚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做了什么准备呢 我准备就是同学们 如果说我这个声音小 那我也只能告诉大家啊 那这就是我的条件 如果大家说我的声音小 那没办法 我就长了个 这么个小嗓子 我刚刚是 是打个比方啊 如果说有人说 我这个声音小 那也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个小嗓子 因为我不可能 我可以做出这个 做出一些 啊 我可以做出一些 啊 啊 啊 对吧 我可以做出一些比较 比如说有的同学 都觉得 啊 啊 啊 或者说 啊 去撑的那种声音 我能做得出来 或者说很厚的声音 啊 我能做得出来 但是我不想做 为什么呢 因为那样不健康 对吧 我就这样轻轻的 啊 对吧 就是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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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导致一个打开的感觉 就可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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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 嗓子 那我就成 去叫 哎 同学们 我们唱歌 夜色多么好 这个声音他也不好听啊 对吧 那我们肯定就挑选我自己适合的第二笔楼说 夜色多么好 令我心神旁 令我心神旁 在这迷人的晚上 其实我给大家说一句实话 其实我给大家说一句实话就是我在给你们做示范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我自己在练歌了 其实就等于我自己在练歌了明白了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我为什么就是大家觉得哎我这样唱大家觉得啊我们并没有这个就是说给一些着力 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男人或者说我是一个男生我就必须要唱的那你看那个廖畅永老师啊我为什么就唱不了他那个调对吧我为什么就不能唱那么 男中阴的感觉因为我不是男中阴因为我身带没有他们的后 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就是我们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打开啊无论是谁无论是男高音男中阴还是男低音 女高音女中阴还是女低音我们都需要唱歌之前打开喉咙在在在打开喉咙基础上去歌唱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在了解了自己的嗓子比如说我我明明就知道我平时说话对吧我平时说话我就这么大一点音量啊那我们唱歌可能运用上啊腔体共鸣有可能会大一点但是绝对不可能搭成那种啊我就不可能一用上共鸣我会变成廖畅永老师那种啊目前来讲肯定是不可能变成的 行歌统就问得很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身带会变后吗会会变后 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身带是会变后的啊那么呃 你想一想啊五十岁的人同样两个人啊这个五十岁你五十岁的声音和你二十岁的声音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吧对吧对于一些没有学过声乐的同学老头老或者说呃八十岁老头老太太他跟二十岁他能一样吗 他肯定不一样吧就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声音层次或者说每个年龄会有每个年龄的这个音质 少年的时候他的声音啊会偏薄一些他会偏薄一些到了中年呢大家其实就会发现啊我们的身带在慢慢的变后啊面面变后啊到了到了我们的老年的时候我们可能身带会慢慢这个松弛 所以有的朋友会看到声音会比较沙哑但是啊这都是没有学过唱歌的人 对所以老年人的声音为什么沧桑啊就是这个原因 啊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为什么老年人的这个声音会沧桑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啊这个只适合于什么呢呃没有学过声乐的人经历过这个传统的这个呃正统的这个音乐 声乐训练以后其实人们就更懂得啊能不能就更加的懂得如何去啊能不能就更加如何懂得去保养自己的声音 保养自己的声音啊你说这个王妃王妃的声音好像不会了会的啊会的啊 只是人家会去修我我一会我给大家听一个啊我马上我给大家听一个这个一百岁的人 啊对王妃还没老我给大家听个一百岁的一个歌唱家是一个意大利的啊一个一个南高音歌唱家 我给大家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吧 我叫梦 我叫梦 啊刚刚给大家听的是一个安杰洛洛福雷萨啊这个他是一九二零年生于米兰意大利的这个泰斗级的这个歌剧大师啊歌剧大师大家可以再听一下啊 听到了吗 这个声音是他一百岁的时候唱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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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呢这个歌唱家呢这个太声音声乐泰斗呢这位前辈呢呃已经已经去世了啊呃是去年好像是去年二零二一年他二零二零年的时候他还在他还在台上唱这个声音 这也是这就是他二零二零年的声音啊二零二一年他是他一百零一岁他去世了啊 对吧 对吧你听得出这是一百岁的老人吗 对吧我们可能一百岁都不在了对吧人家还可以这样你你你想一想这个 那么是不是又再一次的证明了这个美声唱法的这个科学呢 所以大家现在理解什么是科学了吧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啊啊啊这个一会我都可以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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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频可以发给这个血管大家可以去听一听看一看啊这个不做假啊这个绝对不做假啊 对啊像而且他这个声音比很多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的歌唱家唱的好多了呀没有发现吗 是的你唱歌真的是一种养生你你像我来讲啊就是呃像我来讲这个声乐可能是我现在啊现在我也很忙啊包括我也要学习啊给大家上课啊包括我是吧等等一系列的事儿 对吧我可能这个生活中啊我们在北京吧在北京我们可能生活中唯一的一项运动就是歌唱了就唱歌了啊我包括我给大家唱歌的示范的过程中其实我的身体就是在自己在运动 对吧那歌唱是真的可以锻炼锻炼到你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这个学习这个音乐的人啊就是我们自己在学习音乐的人呢他其实啊能够 嗯帮助自己怎么呢帮助自己 比同龄人更加的年轻 而且一般来讲啊就是没有学习过科学的发声的人 他到了这个50岁他的声音就像50岁 他到了80岁他的声音就像80岁他到了100岁他的声音就像80岁 他到了100岁他的声音就真的像100岁 啊但是如果你知道发声的原因你知道啊哪些这个呃不良的习惯是对声带啊有坏处的你就不去这样做那你的声带就会比同龄人年轻啊 对吧我我这里给大家提几个意见啊嗯我觉得这个比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课的本身还要重要 很多同学唱歌之前喜欢清嗓子 因为他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声音我都觉得哎 就是你们不懂啊 你像有很多同学喜欢 嗯嗯嗯嗯啊 你看我都不敢用力去清 但很多同学清的特别的重 听见了吗各位 你像你要是想这样嗯 很想去清这个嗓子里面的谈啊 其实这个是很伤声带的 这你在刮你的声带知道吗 嗯 对你越想把它清 你会你的这个越清不干净 而且越伤他越伤那个声带的表面 我们声带表面是光滑的 你这样嗯嗯 你看我我大家可能细心的同学会发现我很少这样 我很少这样我最多就是 这个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嗯嗯或者这样 嗯嗯轻轻的 嗯嗯轻轻的轻一下 如果嗓子实在是不舒服 或者说直接就喝口水 但是我发现很多同学这个 在你们唱歌的过程中啊 哎呀管他这个有嗓子里有没有东西 先来一下 听懂了吗 这个是很伤嗓子的啊 很伤你的声带的 这个是非常伤大家的这个声带的明白了吗 听清楚了同学啊 明白了同学啊 给我靠个一好吧 明白了 明白了同学可以 来教大家这个 养生了啊 嗯 对 还有一个气泡音 啊 气泡音是能够有效啊 其实气泡音就是在给我们的声带按摩 它是有效能够缓解我们的声带啊 声带疲劳的啊 嗯 能够有效缓解我们声带疲劳的 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其实说话也很沸丧 说话也很沸丧的 就像我现在跟大家说话 因为我们说话不可能 啊 同学们我们要这样说话啊 我觉得这样说话也太累了吧 对吧 你要搭上气息 其实很累 但我们其实 如果说不打开喉咙去说话呢 其实就像在喊一样啊 其实就是啊 用你声带的这个力量 在说话 那么其实这样的也会 也会 这个疲劳 其实说话会比唱歌 更加的飞嗓 我唱歌啊 我是打开喉咙的 用上气息的 对吧 我放下来的 咳嗽 上声带啊 咳嗽是上的 打呼噜 我觉得那管不了了 那是真管不了 有些人他就是要打呼噜 我也打呼噜 我也打呼噜 打呼噜 我觉得应该还好吧 但咳嗽肯定是 呃 咳久了 这个声带会冲血 嗯 啊 所以呢 对于一个爱唱歌的人来讲 他会很刻意的去保护自己的嗓子 啊 比如说 你要唱歌的时候啊 就尽量去啊 就尽量去啊 少喝凉的呀 对吧 然后呢 呃 冬天呢 一般唱歌的人呢 都会围一条什么的啊 围巾 对吧 防寒呢 等等 因为声带很脆弱啊 就是养片肉 所以如果你不去悉心的照料他啊 你不去养生啊 我们这个被称为是声带上的养生啊 对自己声带 其实我平时不养生啊 你声带如果不去养生 你至少要做到对吧 啊 不要去刮愣他 不要去 故意去弄他 损害他 我觉得是 有的 这个睡觉张嘴 那其实我睡觉也张嘴啊 但我觉得是会有的 因为嗓子会很干 啊 喉咙会很干 好 那么给大家说了很多这个题外的一些知识啊 我觉得这这些东西呢 其实对大家都是非常有用的啊 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后卫老师给大家上课哈 呃 虽然我们总体是按照啊 咱们今天这个课 比如说是高音中的技巧 那肯定会讲这些东西 但是呢 有的时候讲着讲着 我们会给大家普及一些别的一些非常有用的知识 发现了吗 我觉得这个像我今天说的这个 一定要改掉啊 这个东西真的 你要是一辈子都这样啊 你这个声带至少老老十岁 比如说你三十岁 你你你前面三十年都这么轻 你至少听着声音像四十岁的 你四十年都这么轻 你这个声音听得像六十岁的 啊 甚至很沙哑 很多同学 很多人我就是听在在在抖音上是也好 在很多东西上面也好 我听到很多这个嗓子不好的人啊 都是作出来的 啊 其实我们的声带都是健康的 很多人故意撒风漏气的 呃 这样去讲话 这样去讲话怎么会有声音呢 对吧 对吧 这样会讲话怎么会有声音吧 就很吓人吧 对吧 我要是 呃 很多东西都故意 很多东西根本就不懂发声 这就是什么 呃 把声带打开了吗 是吧 不要学啊 这都是不好的啊 你这样讲话 讲过了以后 你的嗓子自然就是哑的嘛 呃 这个声带就是没有闭合的 那我现在讲话呢 现在就是闭合上的 对吧 那很多人就是因为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嗓音毛病啊 包括很多做老师的呀 对吧 他们就不太懂得子 怎么去保养自己的嗓子 怎么去用 甚至他们都不知道 如何去科学的用自己的嗓子 用自己的声带 其实我们的声带就是 对吧 一碰他就会响 啊 哎 一碰他就会响 啊 你没有必要 每次说话都 啊 同学们 你这样说话肯定上嗓子 对吧 同学们 我们今天来练一个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看 点位非常清晰 啊 一二三四五 对吧 Sofa mi redo Do si la so Fa mi redo 对吧 你这样去讲话 你是不是会感觉 既能够听得清楚 你的声音又能够传得远 而且 这个音质又是好听的 对不对 它是闭合的 然后 又就给人感觉 就是你这个嗓子 是省着省着用的 啊 每一下用到的都是很到位的 而不是 啊 哎 乱乱 就是 就我自己就觉得很难受啊 所以我很少会这样去说话 发现吗 一般都给同学点作业的时候 我也是 啊 比如说这个 啊 园尼同学啊 我们今天这个这个这个作业啊 对不对 怎么这样子吧 吧吧吧吧 讲一大堆 但是都是 基本上都是这样讲 从来不会 啊 吧吧吧吧吧 嗯 不会的啊 我们基本上都不会这样讲话 对一定要有意的去 保持 去学习这个 我们学习声乐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 学会科学的去用嗓 啊 科学的去用嗓 不要给自己嗓子太多的压迫啊 对自己的声带好一点 因为呢 你的声带如果坏了 那是真的啊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逆转的 没有办法逆转 再给大家一招啊 如果你感觉自己 今天哎呀 好累啊 包括这个 今天感觉这个自己的声音啊 呃 很艳雅 或者说 说话说的很多啊 声音都已经沙哑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方法 啊 睡觉 睡觉 是最 什么呢 睡觉是最能够 恢复你们的嗓子的 也是最能够养嗓子的 听明白没 熬夜 是最伤嗓子的 虽然我这么说 但是我也熬夜啊 啊 但是我也熬夜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真的熬夜很伤嗓子 然后呢 睡觉是最养嗓子的 比你什么吃什么 西瓜霜啊 比你什么这这那那这的啊 吃各种什么补品啊 吃什么药啊 吃什么这个这个糖浆啊 吃什么梨糕啊 都要好得多 听懂了吗 睡觉 你睡够了 我跟你讲 你嗓子 啊 很舒服的啊 那我反正我最近睡得不是很好 嗯 那如果 你你你你是熬夜的状态 比如说前一天晚上三点睡 你今天第二天早上 要是十点起 那个嗓子烂的跟什么一样 随时都破的那种 睡眠是最好的补品 对于嗓子来说 并不是说 也要喝个什么胖大海呀 喝个什么皇家进贡的 什么藏红花呀 啊 这那那这的 我也不知道啊 什么什么什么这这那的补品啊 或者说什么 进嗓子好饱啊 对吧 或者说什么 这那的 没用 嗯 啊 真的我要是 我是纯属是知识给大家分享啊 我要是想就是吧 赚钱 我直接告诉大家啊 我们上一个什么链接 对不对 我们带一波什么货 我们那个 为了给我们同学们啊 什么好一点的这个产品 什么之类的 这个那的啊 给大家整点离高 上来卖一卖多好 对吧 不是这么回事啊 睡觉就是最好的 对自己嗓子最好的 这样一个 修补的状态 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嗓子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 啊 所以呢 一旦你感觉你自己啊 嗓子不行了啊 嗓子好累啊 少说话 多睡觉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大家吃没吃过那个瓜子 就是葵瓜子 那个 那个 那个窄的那种 尖尖头的那种 那种瓜子 吃过 同学给我靠个一 都吃过是吧 那个瓜子也是很伤身带的啊 是吧 原地同学就很有这个保养的这个这个思维 非常超浅的思维 嗯 那个瓜子啊 这个是我在生活中发现的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就很喜欢吃那种瓜子 然后一咳起来就没停的啊 一下午都在咳 咳完了以后呢 他声音就哑了 甚至说不出来话那种 所以我就怀疑 这个瓜子的那个那个壳上啊 就是肯定是有一些这个 对嗓子不好的这个东西 啊 然后他可能就休息一两天就好了 或者说休息几个小时就好了 但是那个瓜子啊 一定是我觉得啊 对 就是你就咳的过程中啊 去咽那个过程中 一定是对嗓子不好的 而且我们吃瓜子的时候 就容易找个人聊天 双重伤害 嗓子说话的时候就废嗓子 还吃那个瓜子 那就更废了 对不对 所以说有 有没有同学有这样的经历的 会感觉那个瓜子是 啊 吃了以后就太干了 嗓子就会哑掉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有同学给我扣个8 好 今天给大家普及了一些很多的知识啊 大家这个养生的知识 一定要好好记一记 好好学一学 告诉你的这个亲朋好友 如何的 你要知道哪些是 用嗓子不良习惯 啊 大喊大叫 不可以 大喊大叫 是不可以的 然后呢 这个 嗯 熬夜 是不可以的 然后呢 呃 清嗓子 是不可以的 可以清 但是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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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的一咳就行了吗 或者喝口水 呃 不要去太用力啊 别把自己嗓子不当嗓子 真的是这样 来 我们看看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课程啊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讲一讲这个声部的话分 既然给他讲高音 我们肯定要讲讲声部嘛 以及第二个 声带薄厚对高音的影响 第三个 人 声 中低声区和高音的特性 第四个 如何突破高音 第五个 主观听觉跟客观听觉 第六个 就是学歌曲了 啊 好 我问一下大家啊 这个 像我刚刚这样 呃 给大家去普及一些这些知识 大家能够接受吗 能够接受的话 给我扣一个666 如果说不能接受的同学 那么我们以后就完全按照我们的这个课件来啊 其实我是想多多的给大家一些分享的啊 大家 但是我怕有些同学误会啊 嗯 啊 如果说大家觉得不能接受的话 那我们以后就按课件来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经常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些 这个知识 我觉得这个歌唱 一定要唱的健康 唱的科学 他以后他一定能唱的好 如果说你唱的不科学 唱的不健康 哪怕现在啊 给你好像把你的音色弄出来了 怎样 你一定唱的不持久 你一定是唱的不持久的 而且你一定啊 唱到某一个年龄段 你会失声 你一定保不住你的嗓音 啊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好吧 嗯 好 我们来讲一下啊 来 在歌剧中呢 我们会有声部 以及这个角色的划分 啊 那么通常会划分为低声部 中声部和高音声部 大家有看过歌剧吗 看过的话给我靠个E 哪怕是在网上看的 就是国外的那种歌剧 有人看过吗 没有看过我同学啊 可以这个 当然可能大家 对歌剧 这个 很多同学没有看过 歌剧魅影 其实算是这个音乐剧啊 其实算音乐剧 算偏流行那种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歌剧里面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角色 它是一种歌唱的形式来表达的 比如说啊 这个南高音一般是主角 A角南高音 它可能就是一个这个故事 就是用歌唱的一种表达 歌唱的艺术来表达一个故事 能够听明白吗 歌剧就是比如说 这个导演他写了一个剧本啊 他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都是用音乐来表达的 每个人走出来 把自己的音乐唱出来 表现在舞台上 这个就是歌剧 然后这个整个歌剧呢 是为了表达一个 比如说对爱情啊 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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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这个的 国外就有很多啊 我们现在中国歌剧 多数呢是对党啊 对这个国家呀 对这个民族主义的一种赞扬 对一种宣传 明白了吗 歌剧是什么 现在大家能理解吗 就是歌剧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角色 男生的角色 女生的角色啊 他们一起有一个排了一个剧 就像电视剧一样 只是他每一个字 每一个台词都是用说的感觉 以合唱独唱这样的形式来演 对江姐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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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民族歌剧 是我们中国的歌剧 同学们现在能理解歌剧的 给我靠一个六 好吧 好 那么在歌剧中呢 我们通常发化分为啊 低音声部 你要有些人 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啊 年龄大一点的音色 比如说这个这个人 这个角色呢 在这个剧里面 他是演爷爷的 那我们就不能用男高音啊 对不对 我们就需要一个 呃像杨洪基先生 对吧 杨洪基老先生 对吧 这个啊 杨洪基老师这种 哦 对吧 看过白毛女是吧 白毛女是我们民族歌剧吧 那个那个喜 喜儿的他爹 对吧 就是一个男中音嘛 发现了吗 几多几同学 喜儿的他爹 他就是个男中音 对吧 为什么呢 他要演一个爸爸 年迈的一个父亲 他肯定是需要那种 比较浑厚的 嗯 像杉一般的那种 声音那样男人啊 去演绎的这个角色 啊 那么 呃 喜儿呢 他就是一个女高音 啊 就是个女高音 对吧 因为呢 他是一个二十来岁啊 十几来岁 二十来岁出头的一个小姑娘 是吧 可能就需要一个啊 非常华丽音色的 这个这个这个高音声部 来彰显出他这个角色的魅力 所以呢 我们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声部 一起来参演这部剧的 啊 那么可能一些 比如说演一个王子 他可能就是一个男高音 对吧 挺拔的形象 一个叔叔 可能是个男中音 一个爷爷 可能是个男低音 对吧 是这样的 这就是国外的这个格局啊 格局是发源于国外的啊 那么各个声部呢 他都有 他 嗯 合适的旋律的唱段 音语 那么组成了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没 各个声部 他都有他各自合适的这个旋律唱段啊 比如说杨白老里面啊 啊 谁是杨白老啊 谁是喜儿啊 然后呢这个这个还有那个地主的唱段都有啊 是这样的一种音乐形式 所以呢 这些声部是这样 我们的所有的什么 声部的人 是为角色去服务的 听得懂的同学给我靠个一 我们就接着往下走 那么声部对应的角色呢 啊 他们就被划分为男高音 男中音 男低音 女高音 女中音 女低音 当然女低音很少啊 女低音很少很少很少 啊 我好像很少提见过女低音 女中音还有 女中音就已经在国内是大熊猫似的 这个样的一个 那我比如说驾阳左马 比如说我们的德德马老师 啊女中音就已经很值钱了 啊 男高音呢 是最值钱的啊 男高音是最值钱的 也是最难训练的 也是训练训练周期需要最长的 可能要达到十几年的这个训练 才能把你培养成一个啊 在正统的老师的很好的资源的给你的情况下 可能就需要十年的时间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啊 不错的啊 男高音的一个歌手 或者说歌唱家 明白了吗 啊 所以男高音 他是在角色里面 在这个剧里面 一般都是A角 一般都是主角啊 可能男主角 女主角 男那个男主角 可能大半都是男高音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喜欢听男高音 金属般的质感 就像我刚刚给你们听的这个啊 我刚给你听的 我刚给大家听的这个 一百岁的这个老爷爷 啊这个前辈 他就是个男高音 大家听出来了吗 大家听出来他那个声音 哇哇哇哇 在高音区 那就是男高音的质感 大家都喜欢这种 因为那种男高音的那种金属质感 他是能够啊 给人以什么呢 给人以这个啊 多巴胺的分泌的 嗯 他能够刺激到你 啊 所以在剧院里面 很多人基本上都是去听 男高音的啊 都是听男高音的 当然每个声部 他有他适合的这个 适合的这个角色 啊 有他适合的角色 好 那么 声部的划分 给大家说到这里啊 大家可以这个 想一想 自己是什么声部啊 所以呢 作为一个声乐的学习者 首当其中呢 是你要了解自己 是一个什么声部 这一点在今后的训练中 尤其的重要 尤其的重要 明白吗 但是不代表说 比如说你是高音声部啊 老师我就天天去练高音 不是这么回事啊 你首先你要了解自己 啊 我到底是吧 我到底是去唱哪个声部的 你要了解自己啊 你不能不了解自己啊 那么我我我如果知道 我自己是中低声区声部 那么我要是知道 我是中低声区声部 我可能就会对吧 在哪去做一个什么技术的调整 那都是不一样的 对于各个声部来讲 都是不一样啊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买过我们这个 路博客的同学 其实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啊 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啊 嗯 好 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第二个话题 声带保护对高音的影响 声带呢是我们的乐器啊 触碰到 这个就能发声 关闭 闭合就能发声 是我们的发声的源头 那么声带的保护呢 和我们的声部密切相关 声带越薄越短 高音越方便 声带越厚越长 高音较困难 嗯 什么意思呢 大家会发现啊 你拿个小叶皮 叶片 吹一下 对吧 它能够吹出非常高的这个声音来 我不会吹一口哨啊 我要是会就给大家来一个了啊 那么 你拿那个 就像你的小提琴 对吧 嗯 它能拉得非常高 因为它那个 小 你的大提琴 啊 比人还要高 那种大提琴 嗯 它是不是很厚实的音色 所以呢 呃 声带 也是一样 越薄的越短的 你一弹 嘶 它高音 高频就好 越厚越长 它震动 没有那么快 它的低频就好 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能理解的 给我靠个8 嗯 OK 你所达到你的这个低音的极限呢 是你的这个条件决定的 但是呢 高音是可以通过技术和方法训练得到的 所以呢 低音声部 低声部 也是一定可以唱高音的 就是说 你可能不适合唱高音 但是你肯定可以通过技术解决 唱上去高音 这个话能听明白吗 但是 有的人 他的低音下不来 啊 比如下到这 嗯 啊 啊 啊 对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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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他下不了那么低 那个 这个就是跟你的条件有关系了 可能你身带没有那么厚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也不要去压呀 或者说啊 老师我能够下去 我去压 那都不是你的声音 啊 凡是加入了一些喉咙的力量 改变 那都不是你最自然 最 饱满 最科学的声音 所以那个就不能算了 明白了吗 嗯 好 那么中低声区呢 人声的中低声区和高音的特性啊 我们讲一下第三个 中低声区呢 又被称为我们的这个自然声区 也就是啊 我们平时可能不训练就能够啊 唱上去或者喊上去的一些音 比较容易掌握 那么 那么在中低声区呢 我们其实就要需要做到西开来横唱 比如说 是的啊 声带越厚 它的低音越好 那么高音呢 它其实和我们的这个中音息息相关 所以啊 要想要一个好的高音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扎实的 啊 啊 对吧 啊 啊 啊 比较扎实的这个中低声区 啊 啊 明白了吗 好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自然声区的范围啊 就从我们的这个中央C 也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键 到我们的这个 对吧 对吧 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范围 就是我们人的 基本上啊 呃 80% 90% 它的自然声区就在这儿 什么叫自然声区呢 就是你 不学声语 你就是靠喊 你也能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音高 听明白同学 扣一个吧 啊 这个大家可以截个图 接好了的话我就翻页了啊 你看其实上课还真是挺飞嗓子的啊 好 没问题 好 这里我们写了一个乌母音的一个训练 那么其实乌母音呢 它其实更能够找到我们中低声区的这个质感 以及这个位置 其实有了位置 它自然就有了通道感 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吗 你看啊 嗯 对吧 是不是就有个通道的感觉 走 我们并不需要唱的过满或者过压放松给唱气 就够了啊 大家在下面练的时候也可以去找一找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吧 当我们的中低声区呢 没有问题了以后 可以向高音来拓展 啊 比如说你的中低声区啊 已经是比较松的了啊 比如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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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嗯 再来一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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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到你的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而且气息放下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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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才可以往高音去拓展 就是我们刚刚弄的C1到D2 往上去拓展 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办法 可能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突破这个高音 但是我其实有点担心大家可能会做偏啊 有点担心会做偏啊 其实我们的基本功能就是那些 横格摩西开 喉咙打开 声带闭合 喉咙放松 这样那种感觉 好 那同学想学这个办法吧 就是帮助大家快速的达到一个高音 但是其实这个还是会用上你的这些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其实你的呼吸就是在运作的 来 我们来带着大家找一找看啊 嗯 首先呢 我也要求啊 如果说你想快速的去突破这个高音呢 我想让大家先找到气泡音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先找到你的这个声带要闭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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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还跟这个气泡音说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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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找到这样的一个气泡音 这个就代表你的声带已经吹动了 然后呢 第二步 听清楚了啊 干回来了 啊 将你的气泡音延长 比如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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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这个气泡音以后呢 这你的声音是在气泡音的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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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延长的 这一点有没有同学能转过来的 听懂龙同学给我靠个啊 能转的过来吗 先找气泡音 啊 啊 啊 找到你的发声源头 对吧 啊 啊 在这个气泡 找到这个气泡音以后 把你的你的现在气泡音是一个一个的嘛 对吧 啊 是很多个气泡音 然后现在把你连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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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能转过来的同学靠啊 这就是要把气泡音延长 就把你的整个气泡音 哎 拉成一条直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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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听懂了吗 好 那么第三点就是在延长的基础上呢 挂上位置 从后脑勺向前面抛物线去甩 什么意思啊 嗯 好我们来做啊 123 我们一直来做啊 首先第一点找到气泡音 对吧 啊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还是要控制自己的气息啊 放松 放下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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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找到了气泡音 第二步呢 把气泡音延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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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延长的基础上呢 去刮上位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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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去甩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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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那个啊 啊 它这个声音 它这个声音 其实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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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保持这样的 喉咙别使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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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就是这个 高音就有了 嗯 再重复做一遍啊 第一步 气泡音 啊 第二步 将气泡音延长 啊 啊 啊 延长 第三步呢 挂上位置 位置呢 没心音对吧 小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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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高音吗 这是高音吗 啊 对吧 这就是高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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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高音啊 啊 这就已经是很高的音了 你唱的时候可能都唱不了这么高 但你能甩出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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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一样的 听懂了吗 是一样的 给我尝个八 听懂了的 给我尝个八 按照我刚刚 给大家酝酿了半天 已经做到了同学 给我尝个九 这高音难吗 其实高音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 当然我也没说高音简单 我也没说高音简单 大家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千万别使劲 喉咙上千万不要给劲 松掉松开它 而且你感觉你的喉咙也是放下来的 别咬它 就是这样 别压它 就像拉紧抱一样 体会不到 用气息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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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腹内收 好 有收获的东西给我扣个八八八 祝大家发发发 马上过年了 好 这个呢 只是一个小的技巧 辅助大家的啊 我一直说了啊 我们的基本功永远是那些 打开喉咙咙咙歌唱 如果哪个老师告诉你 不气息不重要 打开喉咙不重要 身带闭合也不重要啊 那你千万要掂量这些啊 啊 是说完了 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一个歪门左道 啊 只是一个辅助的东西 它并不是一个 明白吗 只是你有的时候 可以拿这个来啊 吊嗓子 你看我们刚刚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啊 金句里面的吊嗓 对吧 好 第五个模块呢 我们来讲一讲 主观的听觉 跟客观的听觉 那么主观听觉呢 其实就是自己唱歌时 发声时 听自己的声音 的一个听觉 客观听觉呢 就是你唱歌的时候 别人听到你的声音 或者说别人唱歌的时候 你听到别人的声音 的感觉 这里我就想给大家讲一下啊 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觉得啊 有的人 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 哎 我们的这个声音啊 它是 呃 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耳朵 听到是不一样的 很多时候 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 明明自己在唱的时候 已经感觉 哎呀 这个声音 过敏很好 又很洪亮 然后呢 又很这那那这的 特别的好 啊 但是为什么 哎 老师就说不对 或者说 喉咙用的力量大了 或者说是 这个的 那个的 对吧 各种不一样的 这个要求 感觉自己非常的苦恼 其实 你听到的时候 你唱歌的时候 你练声的时候 你自己听到的这个声音 跟别人 那个时候 听到你的声音 是两种声音 有的同学 他觉得自己把声音都闷在里面 感觉自己声音特别宽厚啊 比如说这样 这是压吼的声音 但可能自己听到 哎呀 这个声音特别宽满 但别人听到这个声音 就觉得 这声音没法听 或者说这个声音 哎 怎么怪怪的 或者说这个声音 怎么声音都没出来 那么我如果不压呢 反而这个声音能够出来 放松吧 气息下来 小点 好 同学们觉得这个声音 比刚刚那个压的那个声音 要大了 同学给我扣个二 但是这个声音 我自己听的就是很舒服 但是并没有这个声音 很有共鸣 其实并没有 但反而这个声音 啊 大家可能会听到 比刚刚这个压吼的声音 是要大的 对吧 给大家确认一下啊 因为它都松开了 它没有这个劲儿在这 啊 这都松了 所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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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声音是透出来的 但是自己可能听着并不过瘾 所以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 什么是主观听觉 什么是科尔听觉 为什么我们会听到主观听觉的效果不一样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唱的时候 我们是内部在发声 也就是内部我们会通过我们的鼓传导 直接输入到咱们的这个 嗯 神经系统里面 啊 我们的鼓传导 输入到咱们的这个神经系统里面 啊 那么我们会听到得到一种声音 但是我们听别的声音呢 是 你的声音得先抛出来 在空气中进行传播 然后再进入 因为通过空气传播 进入到你的耳朵里 那么如果说有的同学 他声音根本就没出来 那么你肯定听到的 就感觉是闷着的这个声音 啊 那我们这样声音出来了 啊 那你们听到我的声音 肯定是非常大的 非常集中的 不过我只是满足自己的耳朵的需求 嗯 因为我们这个不需要空气传播 所以这个声音不需要出去 你也能够听到很洪亮 所以大家 这个就是主观听觉跟客观听觉 的这个一个差异性 那么 如果能够将主观听觉 和客观听觉 同一起来 可以避免我们走很多的弯路 这一趴大家有没有听懂 有很多人一直在走弯路 就是因为受这个耳朵的影响 你永远听不到你自己 真实的声音 啊 那么怎么去听到自己真实的声音呢 有一个办法 什么呢 就是用你的录音 对吧 手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 对吧 用手机把它录下来 然后来听一下 看看是不是 就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 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过程中 其实就会有一种人 就会觉得 哎呀 为什么我这个发微信语音 这个声音 我自己完全不能接受 好难听啊 对吧 好难听啊 对吧 对吧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你 其实根本不了解 你自己的声音是怎样 你都是在被你的主观听觉给蒙蔽了 你可能20年30年 如果说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事的话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自己听到自己声音 跟我从机器里发出来的声音 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同学有这个感受的 有的同学给我call个888 多讨论起来 大家的这个基础一步一步加声 大家会慢慢的能够听见 明白了吗 好 我们今天给大家练一下 这个U跟E的这个关系 那么记住了啊 在高音的时候 我们这个点一定要变小 我们先用U来找位置 U还是一样的 把气息放下来 松开 啊 点击变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说 越到高音 你的点越要小 这样你的嗓子唱起来 才是舒服的 听明白了同学 给我靠位音 这个需要大家下面去多练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一首新歌 好吧 有同学会唱这首歌吗 高音点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点 这是我刚刚跟他讲的 你听明白吗 别去给这个地方 我没有了没 祈祷 祈祷 好 听过这首歌曲的同学 给我靠个1 没关系啊 没听过同学没关系 我给大家唱两句 还是一样 这个歌呢不难啊 这个歌甚至比那个在银色月光下还简单 我们这次的作业呢也是只唱两句 只唱两句 好吧 这个呢 我还是给大家截个图吧 稍等啊 我还是给大家看的 好 我已经把这个接下来发给了血管 一会儿呢 他会把这几句 发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 大家可以这个 好好的看一看 好好的看一看 然后呢 我给大家 简单唱一句 你看啊 别着急啊 我没开始呢 我唱的就是大家要 要交作业的 听懂了的Coba 我唱的就是大家要交作业的 听懂了的Coba 太皮了 嗯 嗯 来了啊 天上一个月亮 水里一个月亮 天上的天上的月亮 在水里 水里的月亮 在天上 就这么几句啊 我们再来一遍 走 天上一个月亮 水里一个月亮 天上的月亮 天上的月亮 在水里 水里的月亮 在天上 好明白了同学 扣一个八 感谢天鹿音乐啊 等我来 让同学记得 观看今天的我们的这个 回放 好吧 好的 希望同学们啊 呃 周末也不着急 先把这首歌呢 好好地学会 天上一个月亮 水里的月亮 天上的月亮 在水里 水里的月亮 在天上 已经学会了同学 给我扣个八 在我们唱歌的过程中呢 需要去注意几个问题 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首歌啊 刚开始来的第一句 其实音还挺高的啊 所以大家一定 所以大家一定要 这个 注意好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咬字的时候呢 内口腔充分打开 天 天 天 对吧 天 气息放下来 天上一 好 一 一 一也是一样 天上一个月 天上一个月 对吧 天上一个月亮 亮 这位置就要了 天上一个月亮 水里一个月亮 天上的月亮 在水里 水里的月亮 在天上 然后保持一个深呼吸 水里的月亮 在天上 调整呼吸 用手呼吸 放声 歌唱 好吧 同学们 今天的知识点 给大家回顾一下 首先 声部的划分 声带后包 对高音的影响 人生中的中低声区 以高音的特性 如何突破高音 主观听觉 与格观听觉 以及我们今天学的歌 这是我们 教作业的东西 嗯 那现在我就不强调 怎么教作业了 大家自己看一看就好了 好的 感谢各位同学的聆听 好吧 同学们 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 有问题的 要提出来哟 嗯 我倒也不急呀 没有问题是吧 好的 那么没有问题呢 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里啦 然后呢 我们下周一 再见 好吧 各位同学们 拜拜啦 各位 还是一样啊 如果说下周一 我上午调休了 大家就去找其他老师 啊 客气一点啊 跟大家跟其他老师客气一点 好吧 拜拜 拜拜 我上午调休息一会儿 我上午调休息一会儿